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大观察观战马,博弈雕刻家,先知教授,击球加前锋,三猫男配,先知打雕刻家 这个阵容不好打,这个阵容修机速度不够快 找到先知我觉得就是雕刻家的宝贫之胜了 这个阵容你想要去靠打架来把局势盘活 有点难,我觉得面对雕刻家有点难 因为雕刻家这个角色,你来跟我打架,我势必会多拿到一些存在感 那么他对于存在感的一个需求就是很高的 他到了二阶以后,我在二阶之前你们跟我打架,那我相当于赚存在感 我到了二阶之后你们跟我打架,那我就是相当于,对吧 赚命了,所以到有飞轮,潜伏可以 那这边的话拉波球了,拉波球进前面的板子 这个点位只有一块单板板绕过来 没能打中,前锋这边的话其实也撑不太住 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边的球只剩下一半了 雕刻家这边飞,待会闪现好 他只要夹一下能够补一个闪现的话 整个局是非常舒服的 看先知的鸟,先知的鸟要挡掉这个闪 要挡掉这个闪,这边的话球已经交得差不多了 补夹,叶刀,鸟 帮忙来下板子,预判夹,没能夹中 闪现,哎,我得 哎呦,这个闪现没闪中了,只能抓这边先知了 这个前锋抓不了了,也无所谓吧 抓前锋吗 抓前锋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抓先知会更好一点吧 因为抓前锋这个位置的话,先知这只鸟给到猪猿 那上下一玩,有的时间玩了 不如这时候放弃前锋抓个先知 对吧,我是觉得抓先知蛮好的 主要这个闪现被撞强了 要不然现在起防守节奏,我觉得迎面很大 现在的话呢,烈士有一些,但不大 烈士有一些,但不大 还能打 就这个局,毕竟 你前锋这边猛男已经断了一条腿了嘛,对吧 这前锋毕竟已经倒了 倒了以后呢,你外面机球手和教授想要来把这个人救活 也没那么容易,哟,这一刀震慑不应该了 这刀震慑打完以后差一夹到二阶了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这边待会儿 万一手里面存个四个雕像 机球手过来,来不及好像这种棒子 万一我手里面存个四五个雕像 你过来我一夹开二阶,啪啪啪啪一顿打 这个机球手或者教授 我教授的话都还行嘛,还顶盾就忍 大不了顶盾就忍 机球手的话也有一个盾,那还行 就看这边的一个二阶怎么打的 手里面的话现在是三个雕像 追一刀吗 两个人来救 机子的话被压住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觉得这把博椅子 一刀打中的是教授 这边没有博命 但是前锋 好像有一个翻版加速拉开的一个机会点 机球手这边的话一棒子补,拿一丝 这一棒子很关键 让前锋拉开了以后他就不倒遗产了 让前锋拉开这边就不倒遗产了 这一波让前锋走了的话 那博弈可能面临的是一个四人开门战了 机子 差不多 机球手再来救一波 而且这机球手还是带壳的 先知的机子已经好了 这边准备过去贴门吗 先知准备过去吸鸟 补,伤害 没补上 追一刀 弹开 先知吸鸟 硬保 四人开门战有了 这个局四人开门战应该是有了 但是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雕像 补 一推 没推到 打一刀吗 马机 差多少 好了 马机点亮 先知吸出一只鸟 这个先知应该能吸出一只鸟 这边的话我觉得闪现到吧 再一棒子 这把机球手好给力 叫闪吧 闪现 完了 那应该是没了 那应该是没了 这波闪现没能闪中 这波闪中 其实前锋 不是一个上挂飞 我觉得 穷者还是很大概率 能打出一个三跑的 那这刀没闪中的话 基本上就 嘎嘣了 这我是 万万没想到 这把两个闪 全没中 但凡闪 特别低个闪 闪进去了 我觉得那刀 就算打在先知识上面 博弈这把也很好打 改参伴们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